太重感情的人,容易满足,更容易受伤,总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,付出的远远超过得到的。 太重感情的人,很固执,不懂得放弃,总是说着要离开,却一再为自己找不离开的理由,在别人面前笑得很开心,一个人的时候却很没落,在陌生人面前很安静,在朋友面前胡闹。 太重感情的人,不会想索要的太多的回报,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让我死心塌地,可以很少,但一定要有。 心情不好的时候,却喜欢听悲歌,坐在地牢前,不知道做什么,却又不想关掉它,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可靠,但却还是那样的选择相信别人。 太重感情的人,偶尔会有种想消失的念头,不喜欢等待,却总是等待,经常不经意地发呆,总会把事情想得很长久。 太重感情的人,总是觉得没有人会把自己放在心里疼,心事放在心底,有一个自己的世界,习惯了沉默,在沉默中爆发,会怀疑,却总是要把人往好处想。 太重感情的人,不喜欢一个人逛,一点点是就胡思乱想,自己走路会很快,隐藏心事,喜欢一个人流泪。 太重感情的人,习惯冷战,喜欢角落,习惯蜷缩,莫名的孤单,无法抗拒的恐惧感,不爱说话或很爱说话。 太重感情的人,其实真的很辛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